大家好,我是三喵 有朋友说好久没看见刨瓜和乌梅上岗了 你也知道,首先这个是猫爬架 如果狗狗要爬上去的话 你看刨瓜已经长这么大了 它可能会塌了 再加上那少一股大爷说 它也不跟我修啊 人家天天日理万机 忙着去搞这种乌克兰北部基辅第二次大包围呢 所以说刨瓜,委屈你一下 有的时候抱抱你,让大家看看你 刨瓜现在长这个样子 谢致一只 如果遇到奸人还会去鸣叫的 当然把小狗狗抱得很好 但是抱长了就不太好了 我把刨瓜给放下来 咱们开始今天这节目 咱们这节目之前先说三句 惯常的是 不要联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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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惠普 要戴尔 要外星人 要什么什么的 至于外星人的服务好不好 你们懂的 那么我们说 全民抓奸蝶这种事情 在历史上有没有过呢 有 又不是完全有 在日本昭和时代有这么一个概念叫非国民啊 什么叫非国民呢 对吧 你反战 你对于这个大日本帝国 你不敬 你任何的只要是爱国群共看不顺眼的东西都是非国民 先得出一个结论 就是非国民啊 是个框 什么东西都能往里装 其实啊 这件事情最早的时候 你要是从那个二十世纪初开始 当时已经有一些日本的文学青年 他说有些小说是非国民的 然后我们说1904到1905年的这个日俄战争期间嘛 这个日本的军队去围攻203高地是死了不少人 当时日本一位女诗人啊 写诗给他在这个前线的弟弟 然后就在说啊 哎呦 这个弟弟你在前线打仗打的好艰苦啊 那些战士们死的好惨啊 天皇陛下在干什么 他为什么不御驾亲征呢 这事传出来之后引起了轩然大波 我说这个女诗人是非国民啊 不过还好啊 这个日本嘛 当时的日本还算是有那么一点点的底线 就算是这个女诗人是非国民 他也不像是那个写日记的那啥 那个那那俩字的那个圆圆的反义词 那样子就怎么怎么着了啊 然后就你懂的 最终还是得以善终 1940年才去世啊 那个时候非国民这个概念已经起来了 而随着日本在一次一次的战争当中就获胜 本来对不对 然后大日本帝国真的是天下无敌啊 然后就有了一个概念叫大和魂 应该是那个作家夏木素时吧 说哎呀 哪都在当上的这个大和魂 对吧 那个公交车上那种爬手说自己有大和魂 那种得肺病的人合出来的是大和魂 总之啊 空气当中大和魂那是无处不在 Omnipresent这样的一个东西 然后这种大和魂的升华之下 日本进入了这种昭和时代 然后昭和时代日本的这种军部暴走啊 918一直到1281到77事变 这些事情咱们就暗下不表 但是日本是逐步逐步的开始进入了清华战争这种泥昭 这清华战争 泥昭当中啊 这路向山山园 人家说三个月之内解决中国事变 我再说一遍啊 那所谓的三月王华 不是说三个月把中国给整个吞并了 是三个月之内逼迫国民政府去投降 结果这三个月国民政府 哎呦 他也没投降啊 那怎么办呢 然后日本只能去加大对华战争这种力度 然后开始了什么呢 就是国民精神总动员 号召大家一切为了战争 一切准备战争 一切为了这个皇军 在这个前线应用的这样的拼杀 那就是这种国民精神总动员 这件事情是1938年开始的 那么到了1940年的时候 当时日本跟另外一个轴心国小伙伴 纳粹德国已经走得越来越近了 1940年发生什么呢 德国前一年先闪击波兰 这一年闪击西欧 什么荷兰比利时卢森堡 什么丹麦挪威 什么法国 同东地都给拿下的嘎伙 然后日本你看哎呀 太羡慕了 然后开始反思 这个德意志 盟邦德意志 为什么能够战争进行如此迅速 那还不是这个 一个国家 一个政党 一个领袖吗 这个这个口号好像听起来有点耳熟啊 对吧 我们日本为什么就不能这个样子呢 日本号称 也是这个议会制啊 所以这个议会制里面这个就不能够群策勤力嘛 所以说为了适应这种战争的需要 虽然日本还没有把这个对中国的这次战争称为战争 人家要对华特别军事行动啊 以金夺谷应该叫这个样子 所以说日本就说我们也要整合我们的这种意见 一个国体只能有一个政党叫大政议战会啊 然后1940年成立的 然后就是几乎是其他所有的政党都必须是为战争服务 而这个时候一旦你在这个反战 一旦你怎么怎么着 你就是非国民 那么到了1941年 这个日本发动了太平洋战争之后 敌人越来越强大了呀 我们日本要为自己的存亡 要为东亚文明的存亡而战 对不对 大东亚国民 现在日本代表的是东方文明 我们要为东方文明而战 那么一切不利于战争的行为 一切爱国民就认为不利于战争的行为 都是非国民 像偷听敌国电台 什么 你就听了什么美国的电台说 说大日本海军在中途岛战败了 非国民 特高克地 出来地 然后把他给抓起来 对不对 这肯定是非国民 那个 你 你在家那个生病了 你像三喵一样 那个就是感冒了 然后你 你就 你就不来上班了 非国民抓起来 那除此之外 你 奢侈 是 是这个国家的大敌 什么 你在家里竟然敢养猫 对不对 一只猫一年 一年要吃多少粮食 哎呦 不是粮食 一只猫一年要吃多少小鱼干 你知道不到这些小鱼干 刮打卡纳尔岛的士兵 他们是临死都渴望的东西啊 你竟然养了三只猫两只狗 非国民 对不对 什么 你竟然穿什么那个穿穿什么其他的这个鲜艳的衣服 非国民 你竟然敢去烫头发 非国民 三秒 你竟然是教英语的 你知道不知道英语是嫡性语 非国民 对不对 除此之外 还有别的 这个当时有个笑话 说日本当时的首相东挑英姬 闲得没事的 干嘛呢 去去那个居民那附近的垃圾桶里面翻啊 这个去看谁家有吃剩的这鱼果头 哎呀 还有一块又啃的不干净 谁干的 非国民 那除此之外 还有这个日本人回忆是什么来着 是这个当时到1945年的时候啊 这个皇军已经不太行了 这美国飞机天天来空袭日本 然后这个日本不是要举行这种防空的这种动员吗 在防空动员期间私自囤积物资 这个中饱私囊 这个不去发挥客己奉公之精神的 比如说哎呦 万一防空洞里没得吃呢 对不对 我多囤积点白砂糖 我多囤积点面 我多囤积点这个小鱼干 非国民 对不对 你这样是破坏了这个昭和青年 这种很有精神的一亿总欲碎 这样的一种精神 总之一切一切的不跟战争的狂热挂钩的东西 都可以叫非国民 当然啊 这一切随着1945年的8月15日 日本的投降也就戛然而止 那就是那个哒啦一梦里面 那个大雄跟那个机器猫 日本战败啦 日本投降啦 就这样子 非常高兴 日本投降啦 那么日本投降之后 重新定立宪法 根据新的日本宪法第19条 那个日本的民众是不能够因为自己的内心和良心的一些事情受到压迫和止摘的 那么这个非国民这件事情也被扫入了历史的垃圾堆 在日本这边被彻底扫入了历史的垃圾堆 可以说正是因为这样啊 这个很多人口口声声说的什么小日子 日本军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 从这个意义上讲 这个日本慢慢慢慢变成了一个相对正常的国家 但是类似这样的事情在21世纪 您怎么能说它不怎么存在呢 好 就此打住 不要联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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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什么都没说 只是说一个二战的故事 好了 我们今儿就聊这么多 谢谢大家 欢迎您订阅我的频道 点亮小铃铛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